好同学,这个是昨天老师讲的 为什么B maximum会等于2分Ci0V0 就是从这里,你看这个是inductor的 看这个是inductor的 好,这个是I等于I0si omega t 那我的V的话呢,对inductor来讲 因为它们不是inphase 它相差是pi除2 还记得我讲吗? 它相差是pi除2 所以我的这个sine是V0sine这个omega t加pi除2 我可以写成cos 所以这个跟这个你带进去 你找到power power是I乘上V嘛,把它带进去 那这个的话,因为又是一个sine函数 又是cos函数 所以我用sine2omega t来期待 所以sineomega t的话呢 这边呢,上一堂课我已经讲了 我写了很多,你们可以注意看 那这里的话有一个二分之一 所以呢,这个的话呢 是某个时候,某个时刻,那一瞬间的power 你可以用这个公式的代表 因为如果我要算最大值 最大值你多少呢? 这个后面这一项是等于1 因为sine最大值,你的p最大值咯 所以为什么会等于有一个二分之一 I0V0 这样明白吗? 但是mean power,average power 的话是等于0 再看capacitor capacitor的话呢,也是一样 你看,不要capacitor 那这个是V等于是V0sineomega t 我的i可以写成I0cosomega t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跟这个not in phase 对不对? 一样的情况,你去找power 你用b你iv带进去 同学,你看,也是一样 我的sineomega t,cosomega t 如果这样写我的power呢 是一个sine的函数 还是cos函数 我不要,我把它弄成是一个sine的函数 就好了 我讲了这个相当于是sine2dita 还记得吗? 所以,因为你从这边 你要换成这个的话 你必须要除以2 所以这里变成是2分之一 i0v0 所以同学,你的b什么时候最大值? 当后面这个是等于1 所以我这边有写啊 sine这个maximum等于1 最大值咯 所以的话呢,你的b呢 你就可以算 你的b最大值 你多少变成是2分之一 i0v0是这样来的 所以你考试的话 你直接可以用 清楚了吗? 就是那个题目 我们现在呢,回到那个题目 那个题目是在第几题的啊 这里 所以的话,这个是mean power 当然不是一个maxim power 这个是什么? 这个题目的话呢,是resistor resistor的话都没有问题了 是那个我们的capacitor跟inductor 你们才不明白的 那b maximum的话,直接可以用 刚才是指纸不是已经有了 所以是i0v0除2 就是这样来的 这个是inductor 所以b maximum 如果你说mean power 你多少,同学mean power 你多少 谁知道,回答 mean power等于多少 mean power等于多少,同学 0 啊,0 我讲你不要把每件事情 看很难,其实是很容易的 mean power的话是0 ok,mean power的话是0 所以的话呢,这里是1 你是maximum power 那这个inductor,你看这里 也是一样的情况下 这个话我已经讲过了 所以的话呢,是你看pick这个 讲过了,你看maximum power of the capacitor 也是一样,你的公司是1 2分之1 di0v0,那如果是mean power等于0 这是maximum power 公司是上面那边已经给你们看了 所以你考试直接可以用了 ok,这个就是我要讲的 这里部分啊,我已经放进去里面了 一起看,这样容易 好,这个部分我已经讲了 ok,那么我们讲这里的时候 然后,inductor跟resistor 这个是series 那么牵涉到series的话呢 如果是你要去找它的电流 我们一定会牵涉到impedance 这是impedance ok,然后你的reactance 或inductor你可以算出来 ok,然后呢,再看resistor 那么现在的话呢 是我们要画那个facial diagram 那现在的话 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这个线段我画比较长 这个线段比较短呢 因为我们在画facial diagram的时候 注意啊 我虽然没有用比例尺度 但是我在画图 是我一定要一个正确的逻辑概念 什么逻辑概念呢 同学,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你看这个题目啊 VR我算到是36.4V VL我算到16.7V 当然这VR比较大 VR比较大 如果我画像样图 但这个线段的长短比较长啊 这线段长短比较短啊 所以我变成是这样的一个图形 这样明白吗 我会画在这里 让你们同学知道哦 所以的话呢,你说 我这个长度要画到多少 这个长度要画到多少 现在哦,因为这边 我们全部都有算 可以判断 所以我们可以画出一个像样图形 我不要你用比例尺度去画 不需要 而是你画 因为这个值比较大 所以呢,我们在画的时候 我们讲像样图形 The length The length 我们的line哦 你画的 represent the magnitude嘛 所以这个 magnitude比较大嘛 所以你画比较长啦 那这个是比较小的一个情况 OK 那我故意画给你 在i这里 我要让你知道 i永远跟VR是in face 那VL跟VR Not in face VL是list 我们的VR OK 那这个V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source voltage的 那个potential difference 或者它的voltage 这个V 好 这是让你们知道 OK 那么这个的话呢 也是一样 你们可以看到 只要有两个 你要去算出来 impedance 你才可以算到这里的电流 记得你用V等于Iz 如果这是big 这里是big 你就可以找到咯 OK啊 所以永远我讲的时候 你要会看的嘛 那这个是 你要去算出来 我们的那个reactance 这个reactance的formular嘛 OK 那么你可以看到 这个题目给你reactance 还要你算inductance 这个inductance inductance的符号呢 它的单位呢 是Henry 所以是大H OK 那么要你算 the phase angle between the source voltage and the current source voltage是这个 current是这个 所以这个角度 它要你算的 肯定这个角度 因为你的I跟你的VR 是inphase 我讲过咯 所以这边的话 你们知道咯 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I 这个方向的 所以话呢 是它要你算的 那个夹角 就是V跟I的夹角 就是这个角度 不是这个角度 所以话 同学 你要怎么画这些呢 当然是你要很熟悉了嘛 那你不熟悉就不行了 所以话呢 又一次 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 VL是 就是 Ossential Difference Across Inductor 1.58 然后你在看VR 你的VR是多少 那你说VR 我没有算啊 还是一样可以判断嘛 对不对同学 好 我们的VR是谁除谁 快点 VR是什么 谁乘谁 快点 VR 是等于 I乘R 对 I乘R了 对 那么你去比较 I跟我们的 那个XL 谁大 你看 R 是 400Ω XL 是200 当然这个大 所以这个大 当然 你算到的VR 肯定是大过 你的VL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这边有写 XL reactant是比较小 电阻比较大 所以话呢 是你的 这个VL是比较小 VR比较大 所以我在画 Facial Diagram的时候 我这个比较长 线段 这个比较短 因为这个的Value比较大 这个Value比较小 然后Tangent Phi 一样我们看是 我们的对边除零边 对边除零边 所以这个I跌掉 就可以找到了 这个就完了 这个话呢 是我要你们看的 因为我讲了很多的 OK 那这个话也是一样 跟看下眼里是一样 因为我讲后面 我担心是来不及讲完 好 我们来看这个部分 L C R 那这个的话呢 是在这个XS 我讲的是另外一个的Bowboy 你们去看啊 就是我们的那个BDFR 所以这个 这个这三个连在一起 好 那你可以看它给你的交流电 这样一看就知道是交流电咯 好 同学 我们从这个方程式里面 第一个我们可以找到 Big Voltage 那是等于10 然后这个是Omega t 当然Omega是100π 你不要忘记那个π 100π 所以的话它单位是 Radiant S-1 那要你算我们的impedance 那么我当然要先算我的XL 再算XC 你看我把它抽出来算 因为后面会用到 要不然我又再算两次 所以的话我直接先算 然后才把它带进去里面 你看我们的XL是Omega乘上L吗 Omega云有吗 L也有了 但去 这个是62.8 这个是呢 XC 逸出OmegaC 不要背错公式啊 所以这里是100π 这里是我们的capacitance 那你拿到这个 你看这个跟这个谁大 当然这个大啊 所以同学 我故意写这里 XL大过XC 所以的话你的Z 你怎么写呢 XL-XC的平方 加上R的平方 等于Z OK 那么因为这个大 过这个 所以同学 VL比较大 所以你整个向量 Vertically 你拿VL-VC 就是这个原因 明白吗 我再重复啊 你们应该懂哦 我们讲了 我们的VL是怎么算 是 I乘上XL 对吗 I乘上XL 对不对 那你的VC呢 你VC当然是 I乘上XC 对吗 I乘上XC 我们的I 大家都是一样 因为Series 那不一样的话 就是我们的reactance 一个是 inductor的reactance 一个是capacitor的reactance 那你已经知道XL是比较大 所以当然是你算这个 这个是比较大 所以同学 整体来讲 这个向量的话呢 你要画向上 拿大的 减小的 因为你的VC是向下 这个比较小 VL的话是比较大 这两个向量处理以后 得到是这个向量 这样你们会了吧 OK 所以换的是 我们这个减这个 是因为VL比较大 OK 我讲了 所以你要看这个比较大 这个比较小 所以这个部分 两个向量 合成的话是VL减VC的向量 那这个VR还是保持这个方向 I这个方向 OK 那么我们的VR VR跟这两个 谁大谁小呢 你记得看看 这里62.8减掉31.8 如果在乘上I跟我们的这个R 这里是47 这个两个想减减多少同学 大过47还是小过47 快点看 快点 小过47 小过47 所以同学 你就可以看到 为什么我画这个比较长 因为这个值比较大 这个比较短 这样你们会了吧 OK 所以换的是 这个向量 加这个向量 等于这个向量 我的这个V的向量 就是我们的Source Voltage 我们的Source Voltage 这个V呢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V 所以你这样读嘛 你就会分辨了 OK 所以我们读理科很好 就是我们要去辨论一个东西 你要很清楚啊 你不要说自己都不清楚 你到底在算什么 当然是我讲的东西 你听不懂了 所以话你要算 它的RMS Circuit Current 这里有这么一大堆 当然是你一定要用 impedance 用V等于Iz impedance 那它叫你算这里 如果甚至这个字没有出现 它要你找 Circuit Current 的话同学 一定是RMS 因为你的RMS 的Current 代表是 Effective Current In AC Circuit 对吗 我讲的 所以话是你们要懂 OK 那你说 你知道我知道 那个Pick 我又不知道这个 找啦 我们的V RMS 这个Pick 出一根号2 RV Pick的话 已经有了 在这里 OK 所以出一根号2 所以我们的这个 全部有了 我只是把它带 去这里 Z 刚才你算到 impedance 你就可以算到 它的RMS Current 也就是 我们的 Effective Current In AC Circuit 如果你装三个 在里面 安装 capacitor inductor 跟resistor 全部connected in series的情况 那么这里 它又出现 这个字 我在讲 如果你没有出现 这个字的话 我要你找 Calculate the Inductor Voltage 你要找什么 也是一样 同学 IRMS 乘3XL 明白吗 没有这个字 出现的话 我要你找的话 是 Inductor 的Voltage 我一定是 想到的话 一定是RMS 除非我告诉你是 Maximum的 那就很清楚了 那个是Big的 所以平常 如果没有这个字 一样 它讲的是 我们的RMS Inductor 的Voltage 所以这个电流 一定要用RMS 的电流 那这个的话 RMS 的Resistor 也是一样 用这个RMS OK 那么 Capacitor 也是一样 就这样 会了吗 你看我故意 写不同的颜色 没有问题 同学 OK 现在的话 是回到这里 好 爱班同学 注意一下 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写 我们影印本的 课本的 这个是学校 你们的物理课本的 影印本 我提出来 讨论这些题 这个Exercise 所以你们应该 要做到第九 第十 第十是这个 第九 它是Capacitor 然后不会的同学 你赶快跟我讲 然后我会算 然后给你们 OK同学 然后我会有一个 另外一个planning 我看一下 然后因为爱班的同学 用那个手机 这样 send给我 我读不到太多了 所以的话 我们一定要用 那个Google Classroom 那边 你们的作业要 send给我 这边 好 我下个礼拜的计划 我会告诉你们 怎么做那个作业 要不然我看不到 你做什么 那一开始 你全部一堆 你没有做给我 我就引导了 同学 你们一定要跟得上 老师的脚步 因为我们是考试班 我不是要给你压力 但是你每天 做一点一点 的话你就会了 好 这个题目的话 是我有讲过的 同学 这个是我们课本里面 我讲Exercise 10 第三题 我有讲过的 你看到吗 这个 Wortage Rate Powering Exercise 10 哦 那个就是因为 我的那本书 它是写10 OK 9 因为我的版权不一样 好 Exercise 9 就9 同学 你们改啊 因为我的新书在学校 我拿的是旧书 OK Exercise 9 你们去看 好 这个的话 我已经讲过 那个课本 那个Brunny 它达到200 是错的 2000 同学 所以这个题目 我就不讨论了 我要讨论下面了 OK吗 同学 这个老师 已经讨论在Brunny的 OK 上一堂课 已经讨论了 OK 我要看这个地方 这里注意啊 也是一样 Exercise 9 Exercise 9 好 这里我为什么要讨论呢 就是因为我们讨论了 全部刚才题目呢 Inductor is pure Conductor is pure 所以我故意讨论这个 Not pure的情况 Not pure的情况 就是说我用的 Inductor not pure 代表是 Inductor里面有 Resistant 它会有 Reactance 它同时也是 有Resistant 我们来看这里 这是第四题啊 就是在这个周园 Inductor dissipated heat at a rate 这个 所以我们讲如果是 Pure的话呢 Dissipated heat 你多少同学 有吗 你们就看我的 Summary 我给你们看的 昨天有上到的 有吗 它的那个 它的Inductor里面 有消耗热能吗 没有 对不对 没有 是等于零 所以这里话 你可以看到 它有消耗热量 它变得这么多 代表是 Inductor 你用的是 Not pure 所以它有Resistant 在里面 那么它说呢 它给你 When an alternating current of这里 flow into it the reactant of the inductor 的frequency 这个是30Ω 所以这个呢 它给的是 Reactance This one is given It's reactance 因为它这边 讲reactance 然后呢 你看 Alternating current of 0.5A flow in it 请问这个电流 是什么电流 Pig or RMS Pig or RMS 很好RMS 你看啊 我们读书 如果我们很清楚 就很容易 如果明明某某 这样你都不懂 我说老师是哪一个 我讲了吗 交流电的话 如果我跟你讲 某个电流 一定是RMS 不可能是讲 Pig or Pig 只是那个scope最大 平常那怎么办 又有大小 所以这个电流 是RMS 一个情况 所以我这边 故意写给你们 是RMS的电流 OK 那么我问你 What's the impedance 你说 这样题目怎么找 好 第一个 那这边 我就故意写给你们 它有变成这个 代表是你的 inductor not pure inductor not pure 代表是 inductor里面 有resistant Internal resistance in the inductor 所以我们先用 B等于I平方 乘上R 去找出来 它的R是顶多少 就是inductor里面 它的电阻到底多少 这是FORMULA 5学 那你算R 等于是B除I平方 那你的I是什么 I刚才的 0.5 这边 可以带0.5 那这个B的话 是它的power 它power不是给你吗 10吗 它消耗变若能 4瓦特 所以这里是10 那你就算到 它的是40 你算到这个40 Ohm的话 你就把它想象成 这边有一个inductor 这边有一个resistant 就这样 所以的话 你的公式 变成是R平方 加上XL的平方 那这个R是从哪来 是inductor里面 它自己形成的电阻 就这样 这个题目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所以的话 这个 所以我特地要讨论 就是因为这个是not pure 那我们刚才讨论的 全部题目是pure 这个是not pure 好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题目 那另外一个题目 这个exercise都是同一个exercise 刚才讲得很久 exercise 所以的话 也是一样inductor not pure 好 你看 它给你一个iron core 一个henry 所以这里是一个henry h-e-n-r-y 那个是我们的inductor的inductor 这L来的 OK 这个是resistant is placed in series with a resistor 这个 你看 an iron core of 1henry and 50 ohm the resistance is placed in series with a resistor 这个 什么意思呢 代表你的inductor本身 它不是纯啊 它就告诉你 你这个iron core 它的inductor是一个henry 它的电阻是50 ohm 代表它是not pure 你看这是iron 那我讲的一般呢 我们的inductor都是用cubrum来做的 这是用iron iron的话呢 当然是它的电阻呢 比我们的cubrum还大 所以的话呢 这里的话 它用这个来形成 它变成是not pure 所以呢 这个就是属于inductor的 inductor 一个henry 它的那个resistant 在里面 50 ohm 那这个话 是另外一个resistant 另外一个electric device吗 它是450 ohm的 OK 这里 450 ohm 那么你可以看到 它给你 它接到我们的50hz的ac 然后100V 同学这样看 那这个什么 当然是frequency 这什么同学 什么电压 什么电压 对 RMS 我这边写了 所以呢 它就给你 换了是100V 当然是RMS 因为它是一个交流电 它是一个交流电 所以RMS来的 所以第一个要你算 the current flowing in the coil 你要找这个 当然是你要知道 它的impedance 有多少 对不对 所以你个别算 XL你先算 那R的话呢 因为有这个跟这个 这个跟这个是series 这个是用series的formula来算 所以这个的话呢 是inductor里面的 它的电阻 它自己形成电阻 50 ohm 这个的话呢 是resistant 这resistant 是450 加起来这里是500 所以的话呢 我变成有这两个 所以的话 我impedance呢 这个的平方 跟这个平方 开根号 就是我的impedance 好 impedance算到以后 我就用V点IZ 我就可以算出来I 我讲的 如果我们有很多很多东西 结在一起 你们要去算I 记得你要用V点IZ 这个Z呢 把它考虑成 就是我们的总电阻 中文叫做 总阻抗 所以的话呢 这个是impedance 所以的话呢 是你这里的话 你要去算这里 你这里是RMS 这里肯定是RMS 就这样子罢了 我讲的 它一定要手牵手的 我们两个RMS 这个一定也是RMS 所以你算到是RMS 所以呢 VRMS的话 我们已经有了 impedance也有了 你把它带进去 那这个就是 我们的 circuit里面的电流 OK啊 同学 那么呢 接下去呢 他问你呢 phase angle relative to the water supply 通常我们都会拿 这个跟这个 amule拿这边 都是拿这边 因为我们的整个 我们在讨论到 我们的那个phase angle的时候 我们是从这个水平线 这边算起 密实针这样看的 所以的话呢 这里的一个情况 所以的话呢 这个VL跟VR 那为什么我画比较长呢 同学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画VR的 那个线段比较长 为什么 你看 我的R有多少 500Ω 我的XL有多少 314.2 谁比较大 谁比较大 回答 同学谁比较大 这个比较大对不对 对 R的比较大 这个R比较大 你VR肯定大过他 所以话呢 你就会看到 我画每个东西 我一定要告诉你的概念 不要乱乱画 那有多少同学 这个呢 很简单 但他在考试的时候 连一把尺都没有 用尺来画 同学不是乱乱画 因为它是个vector 你不要freehand 我告诉你 用尺 你看我 全部拿黑色的笔来画的 就是因为 我在拿铅笔 我scan过去 不太那么清楚 你们的画图 全部要拿铅笔画 如果考试的时候 画好来 用那个尺来画 这个部分 我已经讲过了 好 那么呢 你可以看他教你算 The voltage across the coin Coin is here 所以话呢 你要算的时候 你不要直接算 我的 VL等于是 I乘上XL 你就完蛋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Coin很特别 这个Coin 我们的这个 inductor很特别 它是 not pure 所以你个别 要算它的 impedence 个别算 这个个别算 所以 个别算它的 impedence 的话 Coin的 reactant 这边有了 那么Coin的 resistance 多少 50看到吗 所以这里是50 所以你就算出来 对Coin而言 它的impedence 是这个 然后你去算Coin 的 potential difference potential across Coin 所以这个呢 比较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我讨论 懂吗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同学 我就讲这个部分 你懂吗 我们这样讨论 是因为 你的 这个 Coin Iron Coin 这里 它本身 是 not pure 它用这个 的材料 来制造成 inductor but your inductor is not pure inductor is not pure inductor 里面 会有 reactance of inductor and resistance of inductor 所以 你要去算 它的impedence 是这样子算的 可以算到 VL 如果你是接算 VL等于 I乘上 XL就错了 那个话是 pure but this one is not pure 所以会需要 再这样算过 ok 那么 这个话呢 有讲了 ok 好同学 有问题吗 这个部分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我上完 这个是最后的 你知道吗 我没有再上了 因为后面那边 还有很多东西 很重要的 所以今天 我上到这里 好 爱班的同学 因为你们的班 很特别 抢不到节的 我的下班的话 是另外一个老师 给我的 因为我抢都抢不到 所以你们变成 少两节课 我等一下上的东西 我放video 爱班同学 我要你们去看 那个video 等一下我会讲 到考试的模式 我也会给功课 爱班同学 听到吗 反应一下可以吗 因为你们 听到听到 老师全部 听到满满 因为我校班 同学的话 是生物老师 全部抢到完 我抢不到 后来他看到 我抢不到了 我就在里面 group里面讲 我们的物理节 本来是 一下四节 一下五节 然后呢 开放给老师的时候 他又在讲 老师 可以五节课 什么选吗 人家都选到满了 我都没有办法选到 后来是生物老师 是联络我的 他说 我可以给你两节课 所以话我就会有 所以校班会多两节课 你们没有节了 因为老师排到满 你看到化学老师 都变得用下午的 就是因为老师排到满 排不到 所以话呢 是我会讲的 今天下午会讲 不得等一下 会讲东西 爱班同学 请你们 去看 去听 因为我要讲 是考试的模式 真正同考的模式 所以话我没有时间 再安排给你们 除非是你们又在愿意 下午又在给我开班 我都不想 我怕你们太累了 所以话 我又不敢了 所以为什么我拿只是三天 罢了 因为我们的物理 平常是九节课 突然间变四节课 你要我怎么上 我上都上不完 所以话呢 是我的情况呢 是 这一章节 其实看起来很复杂 其实不会 当你们熟悉 就很容易了 因为我有做给你们总整理 你们去看那个 summary 很快你就可以读完了 所以一样的情况 这一章呢 并不是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 Direct Current Capacitor 还有我们的电磁学 下个礼拜 我上的是电磁学 所以呢 这个礼拜 你们有问题 赶快问这个东西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章节 刚才同学讲的 Exercise 9 Exercise 9的话呢 你们看 大概应该是有五题 我已经算了三题了 剩下两题 一题这里 一题这里 还有第五题 我都算完了 所以话 你只有两题 你们自己算 然后Capacitor 如果你们不会 问老师 因为我在想说 我一直在讲话 都是你们没有笑话 都是我在算 好同学 这个部分 讲完了以后 因为我有给你们两个 就是说这个PDF 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本书的 OK 我先看另外一个 我去分享另外一个新的 等啊 我去找啊 因为是在另外一个画面 所以话呢 是老师要 你看找这个东西 在这里 OK 看到了 OK 等很快 应该是这个 好同学 你们看到这个吗 喂 请看到这个吗 你看啊 我的交流电脑 我有两个PDF 一个是STPM 因为这个的话呢 是我有加进去 我准备的一些东西 然后你看字体不一样 是因为不同的版权 不同的书 所以的话你们可以看到 我有给你们的那个习题 你可以看到 你们可以看到 有18点几 18点几 因为我是follow这个 我不要再打 因为再打的话 会花很多时间 这个部分你们去看就好了 因为其他书没有写 只有唯独这个书有写 所以就像我想的 我的facial diagram 可以从哪里看 可以从这里看 你看equation变这样 你看 我可以有很多种表示 你看我可以从这里 开始算起 我的equation变这样 你看我可以从这里 你看我equation变这样 那你这个部分 你会的话 你播那边你就会了 你看 我可以从这里算起 是这样 但是我们都是一种罢了 所以这本书很好 是因为它给你很多种 这个的话呢 是让你们看到 这是另外一本书的 所以我就想说 直接印给你们 还有一点 我没有时间 去做给你们包包 是因为太多东西 我来不及准备 所以我想说 这些都是书本的 直接 scan给你们 老师不喜欢不美的 我喜欢很美的 但是我不够时间 所以同学抱歉 就是因为我直接拿书本 我可以省很多时间 我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是接下来的电池学 全部都是我已经做好笔记 所以我花那边时间很多 因为那边比较重要 花很多时间 那这个就是我讲的 你看我如果讨论什么习题 我都会写题号 所以你们可以自己看 然后里面的话 都有一些的习题 这个就是我讲的 18点几 18点几的话呢 是我都有 选一个一些的题目来看 OK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部分 同学我开放给你 剩下几分时间 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 有什么东西要问的吗 所以这边全部有写 Lit Lat 这边全部都有写的 有同学要问吗 是 Yes 你刚刚那个CT的PDF 你有分享给我们吗 哪一个 你那个 alternate LCR 就你刚刚讨论的那个PDF 你有分享给我们吗 其实是我已经分享给你们了 不知道吗 没有分享吗 有吗 没有关系 我等一下分享给你们 还有一点 同学注意一下 因为我一直分享给你们 我的那个很多很多的资料 所以我一定要 你们自己本身赶快 download下来 我一定要delete掉 要不然我的那个电话 我的东西 太多太多了 所以的话你们一定要 download下来 要copy起来 总之是你copy 在你Pandrive里面 你不要到时候 老师 第几个第几个 我要去找了 太多了 听懂吗 同学 你们赶快把它download下来 那有同学的话呢 是如果有println 你要println 如果你没有println 你save下来 你download下来 那你download下来的话 你随时可以看了 你不用一定要上网 才来看 清楚吗 好 爱班的同学 我希望的话 是你们认真的学习 我不知道 我是不是到6月份 才开学 我不懂 所以的话 你们可以看到 那个时间很长 全部在网上 所以你们学习成果 怎样 我不懂 但是我已经写到很多 交代也很多 很清楚了 有没有问题 同学 OK啊 你看这边 reactance 这边你看 这个V0I0 这个RMS 我讲的配对的 这个就是我讲的reactance中文叫做感抗 或者是我们的那个情况 这个全部都有了 放给你们这里 来同学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 你看刚才那个也是一样讨论 它也是推导 好同学 什么东西要问吗 快点 还有四分钟 快点开放给你们要问 好是 yes 外班也是外面的 那个PDF 那个CT还有那个总整理 我会给 我每次给 我一起给网了 所以话呢 你们哦 同学 我讲的 我传过去 我经过一两天以后 我会delete掉 因为我手机快爆满了 太多东西了 明白吗 同学 你们自己赶快把它download下来 我会传的 等一下我会传 昨天的话 我没有办法传 就是因为一直打雷 赶快把电脑 shutdown 要不然很恐怖 还有什么问题 同学要问 快点 外班同学 主动学习 你不要说 坐在那边 我看不到你 你看不到我 所以没有关系 不要自欺欺人 你们自己欺骗 你们自己 损失是你们 我们做每一件事情 是做给自己 让自己更充实一点 学东西更多一点 逻辑概念更强一点 懂得怎么样整理东西 OK 有问题吗 同学有问题吗 不是 Pure Inductor 就是讲 它 Inductor 本身就会有 一个 impedence 整个 Secure 又有 另外一个 impedence 对 你要看 你要问的是 Inductor 的 impedence 还是 整个 Secure 的 impedence 很好 像刚才 那个题目 是因为 它要你算 是我们 Inductor 的 Voltage 还要你算 这个 但是你的 Inductor 是 Not Pure 所以 你不能 只算 I XL 因为 它有 Resistance 它自己有的 等于是 它用的材料 不是 Pure 的 所以 它才会有 明白吗 这样清楚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下 那么我讲了 我在学校里 问我 那些东西 IC版 我全部都有的 真的是 同学 你可以看到 Pure 大部分 我们都是 用 铜 而且 绕得 密密 很密 可以看到 铜 因为 铜 线 很清楚 大部分 我们都是 Pure Inductor 昨天 有讲到 Radio 的 那个是 Planji 这个是另外 一个画面 所以我就不换了 同学 就把它看完 那个题目 那你们就可以 懂得 为什么 我们要去 写 Resonance 要去 讲 这些东西 为什么 要去 讲到 我们的 reactance of Inductor 跟 Tepasitor 的 一个 reactance 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交流店 所以我们很多的讯号 我们必须要用这个 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可以接收到 不同的频率 对吗 同学 你要听歌 你不可能是听一个电台吧 你要听很多个电台 那你要很多个电台 当然很多个电台 都有不同的频率 那我们怎么样去切换呢 我们就选择 我们要的频率 当我们选择 刚好 频率是一样的时候 你就收到了 就这样子 还有问题吗 对了 那个伟峰 伟峰 伟峰 哈喽 伟峰 伟峰 有 有 你 你 你 送给我的 我手机 读不到 太大了 你们可以 送到我的老师的 那个 Glogger Classroom 那边 我等下会给你 我读不到 真的太大了 在手机里面都看不到 OK 你 那个东西 你可以再 送给我吗 你们的作业 我就可以 看到了 读不到 听懂吗 可以 读不到 不能 所以太多 太大了 OK啊 好 同学 你们就可以 好好的休息 剩下 反正一分钟时间 有什么问题 WhatsApp 给老师 老师回答 你们的问题 有时候没有回答 是打雷 下雨 我在做其他事情 OK啊 好 同学 拜拜 你们可以休息了 有什么问题 再跟我讲 还有什么问题吗 要问了 快点 好 好 对 谢谢观看